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吗 再过几天了 就到五月了 那五月您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吗 是周星驰要跟台湾的五月天 组成新的月团六月天吗 不是 是中共政府要开始用 虚拟的数字人民币来发工资了 江苏的常熟市日前发了一个 关于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的通知 宣布从五月开始对全市的公务员、国企员工 用数字人民币来全额的发放工资 很多人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用数字人民币这种虚拟的货币来发工资呢 这背后当然有猫腻 不过我们先看数字人民币是怎么运作的 在实用上 它跟一般人民币没有两样 只是没有了实体钞票 而是先在手机上下载一个APP来当作数字钱包 然后就通过这个数字钱包来接收和支付人民币 只要拿着手机跟商家的终端机碰一下或少一下 就可以完成交易了 这过程看起来跟微信支付、支付宝没什么两样 但是数字人民币有两个特点 第一 它不需要连上网络就能用 因为它用的技术是手机的进场通信 所以只要手机碰一碰就能够沟通与交易 第二 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或者是用信用卡 商家都要另外付手续费给这些公司 但是数字人民币就跟一般的货币一样 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所以交易上就不需要手续费了 乍听之下 移动支付还不用手续费 这不挺好的吗? 对 数字人民币是有某些便利的地方 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 中共是个极权体制 它们这几年集结通过各种的数字技术和监控技术 来全面打造一个数字极权中国 所以这个数字人民币的强制推行 绝对不是表面看的这么简单 其实早在两三年前中共开始试点推行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我就说过这事了 现在看来 中共现在进一步落实数字人民币的普及 其实有几个不能说的轨迹 第一个轨迹 零成本发钱 精准调控经济工程 在过去三年来 中国经济受到肺炎疫情 动态清零 美中对抗 以及台海紧张的冲击 不但有大量的外资外企撤离了中国 许多中小微企业也纷纷倒闭或者残源 所以现在中国不但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许多人更因为收入短小了 没钱消费了 所以消费经济的内循环也拉不起来 经济复苏的力度是很有限的 特别是 中国最近的通货膨胀率拉不起来 甚至还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警讯 所以中共最近还在通过降准和降息等等的方式 来释出更多的资金 希望刺激民间的贷款投资和消费 大家知道 发行纸币是需要成本的 至少需要纸张 需要油墨 但是如果发行的是数字人民币 就几乎完全不需要成本 只要央行下令键盘一敲 要给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对不对 这样很可能会促使央行更大胆的超发货币 也就是发出更多的人民币到市面上 来鼓励贷款刺激经济 毕竟只要央行不说实话隐瞒数据 那谁也不知道央行究竟丢出了多少钱到市面上 而且中共还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 来大量的发放红包和消费金来给人民百姓 从而刺激消费经济 毕竟没有成本嘛 那甚至还可以通过电脑技术 来对数字人民币设定特殊的条件 比方说 某一笔金额的红包 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 去限定的地点去消费和消掉 那如果离开这个时间或地点 数字人民币就会失效了 像今年2月 中共就在深圳的柔湖区 送出1000万元的这种现实现地的数字红包 那这会怎么样呢? 简单说 中共把自己变成了财省 可以用数字货币来任意的发红包或者纾困金 可以更有效更精准地推行他们的数字计划经济和GDP工程 但是这有个很大的风险和代价 如果数字人民币超发太多 就会带动中国的物价飙涨 那如果物价飙涨了 但是民间经济还是没有起色 就业跟收入还是没有增加 那中国就会陷入更可怕的停滞性 通过膨胀的困局了